大家好,歡迎收看初歌學投資 我是李國慶 美國聯儲局議息是金融市場的一大焦點 每逢議息日,有兩件事最需要留意 一件是議息聲明 另一件是聯儲局主席召開的記者會 聯儲局每年會召開八次會議 即是平均每六星期就會開一次會 議息一般,為期兩日 議息完結後,聯儲局會發表議息聲明 內容通常是先描述美國經濟情況 包括物價、就業、企業投資等等 然後宣布會否調整利率或其他貨幣政策 投資者會透過對比上一份議息聲明 研究新一次議息內容中 不同細微字眼的變化 從而了解聯儲局最新的政策思路 議息另一個焦點 就是會議後,聯儲局主席召開的記者會 投資者對主席每一句對答都高度關注 嘗試在接近一小時的記者會內 知道更多聯儲局的應甲取態 很多時,記者會進行期間 金融市場都會異常波動 總結而言,每六星期一次的聯儲局議息會議 是國際金融市場的大事件 初過要特別留心議息聲明 以及記者會了解聯儲局的貨幣政策立場